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你有喝过咖啡加水果吗 高雄左营区有一家咖啡店 主打把一年四季的水果加入咖啡 店家的招牌是芒果咖啡 多层次的口感连外国游客都说赞 位于高雄左营区的这家咖啡店相当特别 地点就位在孔庙内 店家的内部采中国风的设计 有别于一般的咖啡店 店长说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 因此店家也采用中西结合的设计 当然饮品也不例外 店家的招牌就是这杯芒果咖啡 水果咖啡的话是希望可以让消费者 可以觉得咖啡有一个新的评饮方式 那台湾最出名的就是水果 所以我们用水果跟咖啡去做结合 水果加进咖啡也颠覆一般民众对咖啡的想象 一杯芒果咖啡里面有芒果酱 浓缩的咖啡与一式冰淇淋 店家为了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喝到芒果咖啡 特别把新鲜的芒果制成冰淇淋 另外也会依照季节的变化推出季节限定产品 让大家一年四季都有小惊喜 我们食品在食这一块 希望可以顺应食节去做呈现 那我们跟着食节走 就是会吃到最扭习的食物 那像最近的话就是野浆花开的时候 那我们在几短时间把这个食节的风味 封存成昂浆 然后跟咖啡牛奶去做结合 然后展现给消费者 在口庙内喝咖啡是相当特别的体验 中西结合不一样的用餐环境 不一样的饮品搭配 看似为何却比了一番风味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水果 变加与小农合作 就是要让顾客体验到台湾的四季风味 记者周福庆 陈寅君 高雄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仁二路上 有一家著名的棚厨烘焙方 开业25年来已经家喻户晓 议长童子伟非常爱吃棚厨做的蛋挞 到底是什么样的蛋挞 一个可以卖到80元 还让人这么着迷 基隆市役会议长童子伟 青春美丽的小编 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 钟爱棚厨烘焙方出品的 时尚甜品可力路 原因无它好吃又好拍而已 而一般人走进去已经开业25年的棚厨里面 则是冲着各式好吃又有名的面包 或是糕点类要买回家 不过议长童子伟和小编 以及别人都不太一样 东看看西找找 欣赏各类刚出炉 又受欢迎的招牌面包 却不会想要买下来 不是店家的面包不好吃让得虚名 而是他个人极少吃面包类 只钟情蓬厨制作的蛋塔 每次来必买必吃 从此也不吃其他连锁店做的蛋塔 蛋塔其实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 那蛋塔其实它呢 这个是甜而不腻 那你下去那个奶香的味道会非常非常重 所以你吃下去会有一种奶香示意 真的味道是真的跟一般的真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欢迎大家 它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材料 那我相信它的成本也特别的高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说真的 绝对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跟感受 吃过很多很多 它那个乌金酥其实我也吃过 只要他们有推荐我都会特别吃 然后说真的 为什么人家可以屹立不咬25年 然后在基隆 甚至现在已经打到我们这个北台湾的知名度 一定有它的特色 所以我想发挥用基隆在地的一些素材 在地的一些特色 然后让基隆走出去走出基隆 我觉得Jimmy哥他们真的非常厉害 而且说真的 我平常不吃面包类的东西 真的很少 但是我只要吃的都觉得非常好吃 这真的是绝对是真的 其实蓬厨的蛋塔一个卖80元 却依然卖的火红 更是童子伟的最爱 原因无它 真材实料加上精致的手工 和准确又繁复的制作过程 我们家的蛋塔 其实它要花三天的时间去做 那一般的可能就是拿皮 就是现成的皮 然后只要把中间那个牛奶灌上去就好了 那我们家的蛋塔是用日本的面粉 跟法国的面粉去做调配 所以它必须要三天前把面团先打起来 冰在冰箱里面让它睡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再压平 压平之后再把那个模子先压出来 压出来之后第三天 放在冰箱里面松弛之后 才要爸爸用我们用北海道的牛奶 然后用那个法国的雪飞奶油 然后去调制而成 所以一定要花三天的时间让它睡得够久 然后它放在你嘴巴里面 它才会香酥脆跟浓的牛奶味道 所以它的工其实很费工 然后它就是时间换口感 那一般的就是可能拿买现成的皮 然后捏一捏就放上去 至于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可力路 彭厨老板则说 25年前刚开业时 就已经在卖可力路了 没想到流行趋势又返回 如今又成为时尚甜品的宠儿 接下来带你来看台语牢蛇歌手阿姬 是人人有功练音乐工作室的其中一员 除了牢蛇歌手的身份外 同时他也是台南一间 四代传承肉造饭老店的小老板 阿姬说料理与音乐的创作 其实有共同之处 一起来看看这充满牢蛇韻味的肉造饭 流畅台语唱着饶蛇 阿姬在音乐这条路上 已经坚持20年相当不容易 但他家的生意更不简单 是台南一间传承四代的肉造饭老店 每次开门营业 还不到吃饭时间 门口就已经有顾客排队等候 好吃到连总统赖清德 也来捧场过 立委邻居县更是来拍片推荐他们家的料理 你们家的饭吃饭就很漂亮 我们在地实在 在地实在 看到那个邻居县立法委员的那个 那个什么 现在台南那个节目有介绍 看到之后就很有兴趣 因为你本身就爱吃肉造饭 对对对对 但吃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他们家的口味香 他们这口味我觉得还蛮好吃 蛮符合我的口味 可以的话肉造还可以再多一次 谢谢 那鱼桶蛮好吃的 鱼桶蛮好吃 TB dizendo 猪肉切成长条四方 下锅中火翻炒 将多余的油脂逼出 接着放进冰糖 红葱酥 酱油 继续翻炒 等上色后关小火慢炭 随着时间过去 最后变成咸香滋味入口即化的肉燥 阿姬说做料理不是一种死板的才艺 当中的变化有很多 其实跟音乐创作有着相通的道理 料理和创作很适合的原因就是因为 料理它其实不是一个西班的材杰 因为跟来说今天它不然是肉食 如果是把肉搅拌去肉也变成红烧肉 那热一烤热一白露就是变成一种滴味的一种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技术 但是创作出来的创作会比较不一样 这一只一粒菜放在桌上你就开始要什么料理 你会说今天这可以沉一些什么东西 蒜头 薑丝 或是可以拿来做泡菜 这就是你的创作的过程 你创作出来的创作 这就像你剎刮 剎刮 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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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台上演唱的创作 这就是你的创作 从阿祖那辈创业起 这道肉燥扛起了邻家四代人的生计 除了美味关键 另一个让顾客离不开的理由 就是这里有着浓浓的人情味 为什么都一直都吃这一间的 它好吃又便宜 好吃又便宜 老板又很好 它的肉燥很道地 要用猪皮 然后用冰糖下去熬 吃饭吃啊 咖啡好小 咖啡从南而热 咖啡不要吃 你会有什么好处的 好处的肉燥 好处的肉燥 其实就是我爸爸 这种行动的工棒 哈哈哈哈 怕出 怕力的工棒 因为我爸爸对人家很好 我爸爸在结好 除了结好以外 算是做自己的一个 算法 他的算法不是一般人学的 像无条线舍去法 啊各位 林家公事 这就是我爸爸 这个人家的一个丁片 阿姬也说 肉燥其实就像三杯料理一样 一定要有三项最基本的材料 那就是红葱酥 酱油及冰糖 而林家特别选用 雪甲的红葱酥 以及麻豆酿造的酱油 因为如此才能做出 最有台南味的肉燥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 接下来要等你来看 今年基隆马林地区的 这些柚子灾情产重 不仅柚子的外观 卖向不好 产量更是十年平均的百分之十 可说是七年来最产的一年 它的底部比较平的 这个柚子是比较甜 比较好吃 农友在成堆的柚子里 仔细地挑选 卖向好的才能够装香 但仔细看 大部分的柚子 几乎外皮都皱巴巴 不过实际用仪器测试 但是刚才下来甜度就有十度以上 是昨天刚才的 它的度是只有十度 但是放着给它吃水以后 比较软的话 那个柚子就好吃 为什么会好吃 它里面做比较软的话 它就开始甜度会增高 一度至两度 村巷钉过了 那果云 有钉果云就是用这个抓 实际来到柚子园 原本应该到处可见 树上结石累累的柚子 但连这株30年的老虫 原本每年都有100多颗的产量 但今年只剩下13颗 8 9 10 11 12 就13个 一颗只有13个 7年是100多颗 最少一颗有100多颗 因为我跟人家认识 保证60颗是台风来 或是有什么情况 但是都是超过100颗 但是今年 这个都不肯明了 任阳都没有挂到牌子 农友张青坡 82年开始栽种 每年中秋节前 都会产出1万多斤的柚子 不过今年受到花开期 极容下雨 加上荔枝春象肆虐 一整个柚子园 到处可见被虫咬过的落果 农友欲苦无泪 被春象钉过了以后 钉过一个洞 一个洞 它里面的枝流出来 这不要几天 三五天它就钓了 春象是午夜节以后 它会出来 它虽然是专门钉柚子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防治 就是只有果蝇 用莲剂 还有果蝇燈莲 但是春象没有办法防治 只有抓虾王子去抓 但是人工来抓的话有限 所以被钉了 它几天它就落果了 它就流枝出来落果 里面就变黄黄了 今年产量只剩下十分之一 尽管如此农友还是挑选 爱向好的 维持往年一斤五十元价格 卖给民众 不过因为产量大减 明年势必产收会受到影响 目前已经暂时不开放任养之外 也不排除放弃这片果园 可说是七年来灾情最惨重一次 记者黄绍铭就报导 体感温度超过四十度 是高雄人的日常 南韩的人行道遮阳伞行之有年 就有议员建议高雄可以比照办理 不过民众的看法不一 一起来关心 来到高雄的爱河之心 因为炎热的夏日 民众在转程轻轨的行进路上 都是阳伞不离手 等待红绿灯时都要找个阴凉处多好 因为全球暖化 现在每年的夏天好像都是越来越热 为了对抗酷暑 各国都想尽了办法 在行人穿越道前 多了一个大洋伞 在韩国的街道有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大片的闪印 让行人在等待时可以避避暑 高雄市议员张柏阳就建议 高雄很适合比照办理 可以尝试在行人比例高的张圈做事办 其实高雄市政府之前 都有采取过类似的措施 包含说喷水的凉亭 喷水的公车亭 用洒水的方式来降温 那韩国的话 是有两种 一种是帆布式 那另外一种是比较机械式的 上面有装太阳能光板 那我想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设备 台湾的厂商一定都做得出来 那我觉得市府 都可以来借进国外的相对比较先进的降温设施 然后来带给高雄的市民更好的福利 实际询问民众的想法 许多人觉得高雄天气这么热 确实很适合尝试办理 适合啊 试试看啊 怎么说 为什么 因为太热了 我们遮阳伞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遮到还湿热的要面 这个比较大 好像有也是蛮方便的 但是也有人觉得不太需要 只要出门带拔伞就可以解决了 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 为什么 因为会遮阳的自己会带伞啊 为了对抗大太阳 高雄凤山在七年前也有设计相关设施 在机车停等区上方增设遮阳棚 但因为已经老旧到达年限 目前已经全速拆除 高雄公共局也出面回应 想要在人行道上面增设设施 可能还需要多加评估 入口设置遮阳设施 如行人遮阳傘 需考量入口行人容量 范围大小及车辆四线等多种因素 公务局将与市府相关单位 评估其适用性及适法性再行研议规划 毕竟行人在人行道上面 不只是路面的平整 包含说他能够减少他的日晒 能够让他在逛商圈的时候 感到相对的这个温度上 可以比较舒适一点的话 其实都会有效的来刺激 那我也建议说未来 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银法的园区 或者是说一些 长照据点比较密集的地方 那我觉得也可以在路口 设置这样子的一个遮阳傘 因为气温逐年升高 该如何对付大太阳 减少行人的扑塞时间 已经成为重要的议题 记者参讯 高雄报导 高雄前镇的凯旋路 被民众抱怨整条路的耗置 不连贯和麻烦 因为都要停停开开 交通局就说明 因为这条路是紧铃轻轨 也有大量的行人保护石像 耗置系统相当的繁杂 才会导致梅花灯的现象出现 机车向前起一段停下红绿灯 灯号通行后继续向前 又遇到了下个红灯 整条路每逢路口都需要停下来 这里是高雄前镇的凯旋路 因为交通耗置的不连贯 导致凯旋路的梅花灯 是不是全高雄最严重的 在网路上引发了讨论 因为凯旋路上的耗置相当多 除了红绿灯还有行人耗置 再加上轻轨耗置灯 交通灯耗系统相当繁杂 加上轻轨在道路上行驶 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所以才导致凯旋这条路 才会遇到梅花灯的情形 旧凯旋路途径多条东西向的干道 那除了需要考虑轻轨通行以外 那还需要顾及干道车流顺畅 以及转向的安全 因此当轻轨行驶的时候 会触动优先驶向插路 启动东西向的秒速补偿机制 会导致影响耗置的连锁的状况 那根据交通局道路绩效的观察 那今年初到现在 本路端的旅行数据并没有明显恶化 可能连续五次的红绿灯 它都是连锁的 可是到第六次那个秒速周期不一样的时候 它就会被打断 那很多的民众 他可能就是刚好遇到 第六次那个秒速被打断的时刻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诶 这个路口怎么不连贯 也因为这个轻轨的行驶的路权的关系 一段马路里面如果遇到轻轨的路口的话 它的红绿灯秒速的这个循环规律 也会因为轻轨的通过而被打断 耗置不连贯的梅花灯 在高雄时常引发民怨 但是因为高雄的智慧灯号运算相较北部不足 只能靠民态和民众反应 才有办法及时做处理 而且今年行人路旋抬头 灯号周期还需要加入小绿人的时速 最后再加上充满不确定性的轻轨 导致不连贯的灯号会越来越常见 只要一个难以控制的系统 加上一个固定循环周期的系统 两个系统刚好是一个直线一个横线交叉在一起的时候 当然民众就会得到这个红绿灯不连贯的梅花 也就是梅花灯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我说如果说我们希望高雄市的整个智慧灯控 是能够完全符合市民的需求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只能说尽量的来透过明代的会开 民众的城勤等等的去做相对的调整 尽量调整到让大家齐称起来是舒适的 但是你要说完全完全能够达到说 每个路口都不会有梅花灯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高雄的梅花灯在今年因为各种交通系统的加入 有变得更加严重的状况 为了追求路往的最大效益 或许交通规划还需要多加考量和调整 记者双军 吊桥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的地内吊桥 正式启用 正式启用 掌声不能接到 启用圆满 来 画面上是地内吊桥工程修复完工通行典礼 在地居民相当开心 一起跟市长和议员走上吊桥 体验基隆和滨之美 那在111年我们要上任前 它因为在施工有一些封闭 然后呢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又突然发现这个吊桥有倾斜 那一个吊桥有倾斜 真的就会带来很多的风险 所以又多花了这么一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抱歉 不过像现在完工了大家期待已久 那未来这个吊桥也会有一些现重 那我们会把一些安全维护做好 也希望暖暖定内的民众 多多的来使用这个吊桥 在一个安全无余的载重跟情况下 我每次跑各邻里的时候 各里也都在讨论这个吊桥 那长久以来在地方上也好 在议会上也好 在事务的团队也好 都一直非常关心努力的让我们民众 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公共设施 谢市长对于基隆市的市政 相当的认真也相当的用心 他某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有老旧 他都会重新去更新重新去施作 我想今天也非常开心 所以开心是因为这个好事多磨 那我们定内吊桥终于可以启用了 看到我们周边今天有这么多的民众 也前来一起共襄盛举 让我们这些特别是定内地区 依赖这个定内吊桥来运动的人 能够早一天能够来使用 我想大家对这样子 应该对周边的环境 大家都是期待的 那现在也把它做好了 那我想这个 我想目前的居民会是非常开心的 7点到9点或9点到10点 这个时间也很多人在这边跑步 见走 其实这整段的使用率是非常的高 那有赖未来就是定内吊桥 串接我们整个休息的环境 把它串接的更好 那让我们整段自行车道的 进入河岸的步道来做一个串接 那未来也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珍惜使用它 那我们也感谢今天在这一次修复工程里面 所有有帮忙帮助到的所有的团队 跟所有的辛苦的人员 我们感谢他 他们很期待从台北一路骑脚踏车 骑到这边经过瑞芳 甚至从瑞芳一路经过定内吊桥 骑到淡水 这一段路同时是自行车 基隆河自行车散步道 同时也是淡然古道的北路 其实有非常多的里民 甚至北北基的里民都非常期待 这件事情还麻烦公务处 务必未来再多加的协助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共同来使用 一起爱护珍惜这座吊桥 公务处陈耀川处长表示 店内吊桥是在98年11月完成 桥林有15年 这次修复是经过施工团队的努力 提前在9月份完成 以便利居民通行 目前公务处也在吊桥主塔 增加监测仪器 定期做安全检查 为吊桥安全来把关 公务处也提醒 吊桥最大的通行人数为40人 陷重4800公斤 这个吊桥仅限行人 与自行车牵引的方式 步行通过 沿禁机车与自行车的骑程行驶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响应国际无车日 台北市即日起到10月11日期间的周五早上 民众骑乘自行车到8处指定地点 自备环保杯就可以免费换咖啡 直到数量换完为止 台北市交通局 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 举办系列活动 其中之一就是要鼓励民众 搭乘大众运输 包括自行车 因此推出诱因 邀明参与 那其实整个国际无车日 它其实在1998年的时候 在从法国这边开始推动 那它当时推动的时间 就是9月22日 所以每年的9月22日 都是这个国际无车日的一个 活动的一个时间点 那它的主要组组就是 希望说市民朋友 可以不要使用那个 个人的交通工具 不要使用汽车 机车 这一类的东西 来进入城市里面 都尽量使用 绿色的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像公车捷运 甚至是骑脚踏车或步行的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 台北市在91年的时候 也开始这个 响应这个欧洲的一个 推动方式 来做这个 补车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然这个 做推动之后 其实也获得蛮多的一个好评 那也希望说 这个活动能够一个持续下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往的部分 大概已经举办了22年的时间 那其实前面10年的时候 大概就是自行车 就还在这个同博发展的时间间 那在101年之后 因为U-bike的一个 导入的关系 所以101年之后 我们透过这个一个 政府机关提供一些 鼓励的方式 然后用比方说 喝咖啡的活动 吸引民众多使用 绿色运输 这个四行车的这种 搅动工具 来进入城市里面 那这个部分 在这个之后 我们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 推动下去 那今年的部分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整个活动的部分 大概今年的 五车日是在 9月22日 星期日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 星期日大概 政府机关没上班 所以我们提前在 9月20日 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配合这个 周五绿运输的一个 活动的关系 让这个整个 市行车的 或者是步行的 这个市民 能够 用这个绿色的 交通运输方式 来进入城市 所以我们 周五绿运输的时候 我们也提供了 这个骑自行车 来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也固定这个 市首长的部分 来一起 这个达成这个 捷运或公车 进入这个 市区里面来工作 那当然 其实同时 这个 结合那个 教育局的一个 鼓励他们用步行的方式 来取代 这个 家长 用骑车 或者是开车接送的 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 我们骑自行车的部分 大概就是 从9月20日 开始 我们每个礼拜 我们的早上 7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 会在这个 八个捷运站点 包括信义广场 中信广场 这些地方 八个捷运站点 我们提供了 这个 骑自行车 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 其实这个换咖啡 我们也是希望说 市民朋友 因为是绿色运输入日 所以我们也希望 市民朋友之后 以这个 自备环保杯的方式 来取得 这杯咖啡 那这个东西是 我们由交通局 跟捷运公司 这边来共同推出的一个活动 那让市民朋友 有这个 动力 能够 多一点这个 誘因 吸引他来做这个 鼓励 来响应率运输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市长也 结合这个 无车日的关系 我们在市首长的部分 来带头去 以这个 U-bike的部分 来进入城市 那其实在今年的部分 我们在920那一天 我们也是 有请这个 市府各机关首长 以及同仁的部分 跟我们一起来 响应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 我们会收集相关的资料 到时候 在920当天 我们把这个资料 提供在这个 交通局的一个网页上面 那另外呢 这个 教育局的部分 他们也针对这个 国小学童的部分 来鼓励他们 用户型的方式来上学 那在今年上半年 在这个 博爱 永建 清江 中校这四个学校 来做示范 那因为示范成效良好 所以其实113年的下半年 会推广到 其他高年级的学生 那这个 今年的部分 我们也请教育局的部分 来共同支持 啊 他们会原则上 会把这个 各个学校的学童 都一起来 请他们做这个 步行的方式 来进入校园 那当天的一个 这个减碳成效 应该是还蛮 蛮可以预期的 除了免费喝咖啡 交通局也和教育局 合作推动 国小学童 低碳走路上学活动 让学生知道 走路也能帮助 地球减碳 另外也透过市府首帐 9月20号当天 不开车 改搭乘捷运工车 或U-bike 走路上下班 减少碳排放 我们现在抢上的五车 想到说 因为在上班时间的一个 功能 或练习的方式 所以我们提前到 9月20号 来做这样的部分 那这次又跟 不一样的是 我们结合的那个 教育局的部分 国小学童 能够走路上学去 这个是一个 真的以往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小时候 像我们这一代的小时候 是用走路上学 以后 后来好像都是家长接送 那我们现在 又能够走回来 拿走路上学去 能够再回来 让小孩子 自己走路上学 那这部分当然 如果我们会 如果我们有个安心银计划 我们就做了 国小的部分 周围的 步行的通道 做一个整理 做一个 该重建 该整修 我们会做整修 让小孩子上学 能够方便 那这个部分 其实教育局这方面 他们也蛮努力在推动 他们从今年上半年 也是四个学校 下半年 甚至全台北市的学校 四到六年级 就会来做这部分 那这个两千三个班级 就将近六万以上的学生 会参与 那六万以上的学生 就等于六万的家长 就是家庭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计划 做这个 响应这个无车日的计划 那我们能够让孩子 对于零碳 对生活这样的观念 能够扩展到他们的 对家长的一个 等于 对家长的一个教育 然后我们才可以 把家庭湄工台北市的家庭 慢慢把这样子的力量 能够把它 这个往外延伸出去 那我们希望的就是 台北市 未来就是一个 我们说零碳 绿生活 大家一起来 为鼓励民众响应周五绿运输 新美 看着台上的小朋友 卖力打鼓 展现原住民小朋友的热情 和活力 新北市政府今天发布 秋高气爽 秋 就由新北去秋季系列活动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特别出席 与各区受要参加的店家们合影 推广新北的特产 侯友宜表示 为迎接丰收的季节 新北市各局处推出 多达22项特色活动 以美食、艺术、自然生态 及人文风情划分 希望民众能趁秋高气爽之际 来新北旅游 秋高气爽 其实秋月号 大将一起去来玩 所以我们直接对这个秋高气爽 去秋游大将去 对我们的意思 那这一次 就是秋高气爽 我们算是在刚刚 祝儒略之后 大概22项目 22项目 15项目 都有所影响 基本上22项目 这个秋高气爽的理由 这些 不管是文化 美食 甚至山鱼 以及浴室 我们大概都 有时间参与过 所以我知道 每一个地方的特色 新北市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局长 梁忠明表示 新北市近期主推的旅游品牌 微笑三线 结合九大区 包含土树三英 新店中和 平溪深坑和石定等地区 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特色 展现出新北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欢迎民众秋天一起来体验 我们这一次的秋季活动 总共结合了我们22大的活动系列 然后包含也有22个单位一起来参与 那其中呢 我们也有微笑三线 那这条微笑三线 其实结合了我们九大区 包含土树三英 新店中和 以及我们的平溪深坑 以及我们的石定 总共有九个区 那这个秋季到了 我们结合这个秋季的记者会 然后把相关的活动整合在一起 也希望 大家透过这个活动系列的活动资讯 在这个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里面 大家揪游 把自己的好朋友都揪出来 大家一起到我们新北来玩 那我相信 不管我们今天是海系列的 或是三系列的相关活动 或者是文化活动 乃至于我们相关商圈里面的一些活动 我相信都可以给大家非常 这个不错的一个活动的感觉 那也希望呢 大家趁着这个秋季呢 这个季节 天气也不错 大家呢 多多到我们新北来玩 来自三英地区的又良店家们 也算这次机会来到活动会场 与民众推广各自地区的特产 并欢迎大家有空来玩 我们是在英哥老街的观光工厂 我们有手拉杯体验 丰富的体验课程 那我们在10月4号到13号 会有一个英哥产地开放日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观 我们打开工厂的活动 呃 我们是三峡在地的茶农 那三峡的特色茶呢 有碧罗春蜜香红茶 还有最近很夯的白茶 那三峡的茶呢 都是由清新干仔制作喔 所以说欢迎大家到三峡的时候 来喝好茶喔 那我们的蜜香红茶呢 在比利时风味评鉴比赛的时候呢 连续得了六年的三星奖喔 也可以欢迎大家到新北来喝好茶 官员局表示 欢迎民众在秋风送爽的季节里 从9月一路畅游到11月 一起齐聚新北秋一下 品屑祥笋 想艺术探人文 体验丰富的季节活动 感受新北之美 记者肖世红新北采访报导 第五届 丰北大儿童上街去盛大登场囉 最夯的彩绘公车 围满了亲子一起涂鸦 将公车画上七彩颜色 道路也涂满了各种色彩 主办单位社团法人 台湾丰北大玩教发展促进会 期盼未来能为新北 大造更多友善的亲子生活环境 在去我的这儿 你要换颜色吗 白色 小朋友拿着特制颜料与笔刷 开心的在公车车体上精勤的彩绘 还有大型的气垫滑雪道游戏 这里就是北大特区大一路 丰北大儿童上街去的游戏场 社团法人台湾丰北大文教发展促进会 理事长刘德斌表示 活动以冒险游戏为主题 希望倡议父母适时适地在安全范围内 让孩子们可以体验冒险 与发挥创意的重要性 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 虽然说现在有点天雨绵绵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持续发挥我们的强运 然后让这个再过一下下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享受 清空万里的气氛 我希望比去年多 希望比去年多 就是我们还是延续 因为我们希望人数多一点 才可以让我们想要倡议的东西 被人家干净 长期关心教育议题的 立法委员苏小慧 吴其名也十分支持这项活动 他们在活动致辞时表示 将马路变成游戏空间 让孩子尽情享受街头足球 滑水道 创意纸箱等人气游戏 无论是粉笔彩绘 街道或其他活动 都是越来越好玩 也让社区成为了最好的平台 让孩子们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 今天是丰北大的五岁生日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已经举办好多好多届了 那从一开始的时候 很简单的初心说 把马路还给小朋友 那结果呢 没想到一次比一次 更多的活动类型来参与 今天显然又会是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天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 身为二宝爸的 新北市议员廖宜坤表示 小时候就是在自家附近的 马路上空地上玩耍 所以呢能够让所有的儿童 也能够体验到这种单纯的快乐 就觉得这是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小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家里的 巷道那边打躲壁球 玩躲猫猫 玩捉迷藏等等 那封北大它其实用意 就是希望说 把这个 我们过去的这个习惯 跟我们的文化 来带到这边来 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 来把他的小孩子都带出来 让大家的认识 不然很多的人 其实都市化 很多的小孩子 根本就不认识 左右的邻居的人是谁 那透过这个封北大 这个游戏 其实可以让 左右的邻居互相认识 爸爸妈妈可以认识之外 小朋友可以合隆隆 今年的封北大儿童上街去活动 有超过20种的主题游戏 公车彩绘是 每年都夯的项目 还有民众是 特别带着孩子 从土城来参加 对啊 这个活动 像封街也很安全 对啊 小朋友的地方可以去 他也玩得很开心 我们是要来 化工车 化地板 化工车 化地板 你第一次来参加吗 还是曾经参加过 第一次来参加 我们其实住在土城 对 然后我们知道三峡这边 有办这个活动 其实好几年了 之前刚好就是 小朋友还比较小一点 所以就没有带过来参加 加上之前疫情的关系 对那后来就是 因为慢慢的 其实小朋友他 开始会发展出一些 对于自然环境 或者是一些 自然游戏场的 一些探索的欲望 所以我们发现这边 其实有非常多 就是其实适合他的 比如说去自然的 玩一些素材 或者是做一个 我们可能在家里 没有办法做的 搞破坏的事情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让孩子 就是有非常充分的 一个探索的机会 是 希望可以 常常久久的搬下去 尽管活动当天 不时下起雨来 也阻挡不了 孩子们爱玩的天性 活动当天 参加人士也超过了一万人 充满冒险 创意多元的活动内容 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 充满欢乐的周末时光 大家也彼此相约 明年再见 记者 旅其坤 沈金华 新北采访报导 台北市文山区 每年5月到10月 是绿竹笋的盛产期 文山区公所 为了要协助新住民 融入地方生活 与景美区农会合作 举办新住民一日农夫 财笋体验活动 那这样子好不好 用力 这样子有没有 挖起来有没有 来 赞声鼓励 来 穿梭在竹林里 听着讲师解说 绿竹笋生态 这是台北市文山区公所 和景美区农会 合作举办的 新住民一日农夫 财笋体验活动 大小朋友流着汗 透过寻找竹子 亲自进行农事体验 寻找文山区 夏天的宝藏绿竹笋 留下难忘回忆 因为刚好区公所 有举办财笋的活动 然后我们很少参加 这样子的体验 所以很开心来参加 挖笋好辛苦哦 农夫很辛苦 农夫真的很辛苦 可以大早就要出门 刚刚老师有教我们 他可能财笋的角度 还有就是要看 那个笋 他出土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学到 挖竹笋的很多经验 可以增加夫妻感情 哈哈哈 然后我先生 他第一次参加这样采水活动 所以谢谢区公所 跟我们这样非常好的体验 从越南来的 是 那我是住在文山区 那今天很开心的 参加那个挖竹笋的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挖 是 然后我们今天来采竹笋 觉得很新鲜 对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经验 那也觉得笋笋很辛苦 对 平常吃笋笋觉得好吃 可是不知道这个采笋的经历 这么清楚这样子 没看下过啊 田园的生活都不太懂 所以就来采笋笋 听说也蛮有用的 然后也知道平常我们吃的笋笋是怎么用 怎么挖出来 怎么采收 以后我们吃的时候会更开始 要看看裂缝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说 要力气也蛮大的 角度也要对 然后发掘的时候 也蛮难的 所以我都是要靠 靠 就这样帮我们 然后怎么去做 怎么挖出来 现在我们忙 再来慢慢好好看 活动增进新住民朋友 深入了解绿竹笋的栽种与培育 感受农座采收的喜悦 再从农田到餐桌 享用绿竹笋风味餐 加深对土地文化情感的连结 很高兴 能够来办这个活动 那其实以我们农会来讲 办这个体验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七年 第七年办了这个 柴榫的体验活动 那我们在这个场地 这七年来 那我们都是采取有机的方式 来那个栽培管理 那基本上在这个场地里面 那我们是不用化学核料 然后不适用核料 那一切都是自然龙法 跟有机龙法的方式在进行 那其实今天 各位应该讲很幸运 因为之前 我们农会在办实验活动的时候 那个虚风守这边 罗克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他认为说 我们办这个活动 那对他来讲 他认为说很有意义 那所以说就跟我们 商量是不是另外 可以提供一个提示 然后让各位朋友来这边 做一个体验的活动 要不然其实我们 融会这个活动 我们在企业区 我们已经办理完毕了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总共办了十二个提示 那这一厅 纯粹就是另外再挪出时间来 办这个活动 跟各位介绍一下 荔竹笋的一个生态 那这个荔竹笋 首先 他一定要有 最少要两代同堂 他鼠笋他才会少 那有的是三代同堂 像这个来讲 是三代同堂 那三代同堂 是什么意思 像这个来讲 是今年 这个一年生的 这个两年生的 那这个三年生的 等于说这一只 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那 阿公 对对 阿公 这个阿公 这个爸爸妈妈 这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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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小子 这小子 小子 小子 听不懂台语 听不懂台语 就是这样 这个一年生的 他才会长竹笋 哦 两年生的 跟三年生的 几乎啊 几乎不会长 偶尔还是会长的 但长得不会很漂亮 这边的栽种方式 有没有 我们纯粹是用友善的方式 在在工作 这个第一点 我们不用 不用化学肥料 不用荣耀 都没有 建议是用 有机肥料 有没有 那这个草 你看 你看我们里面的几张割桃机 你看看 里面就有两台割桃机 那我们的肥料 你看 都是清一色 都是有机的 有机的肥料 那 那我从这边有没有 我们就从今天 就是这一桶 我们来当示范 那等会儿我们就跟主 好不好 活动除了带领新著名朋友 认识在地文化与美食 也进一步促进文山观光休闲产产业发展 将持续办理这场极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过去高雄城中成大火过后 市府全面清查为柔 三民区的中都戏院遭到强制拆除 连带30个市场摊位也被迫撤离 三年过后 摊商出面抗议市府的承诺跳票了 当年答应三个月可以返回原址 但拆除后却置之不理 导致后续衍生了非常多的争议 中都市场的摊贩聚集在一起呼喊要一个公道 因为过去中都市院被高市府列为围楼 原先在一楼的摊商们 也因为市院被拆除被迫搬迁 摊贩们表示 过去市府经发局有承诺 围楼拆除过后 会让大家回归继续做生意 但这一等就是等了三年 一直跟我们说我这里都打账 我们以前都买买55年才有证 那时候就放下来 大家都觉得市长给我们夸保险 是不是 说跳完之后还要让我们出来做生意 大家都误以为是真的 所以就相信政府 结果拆完之后 里面每一个摊位 金发局都来划隔位 要让他们再回去了 结果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三年了 三年了他们还回不去 原先的中都市院 现在已经变成一块平地 变成围楼的剧院紧急拆除过后 该土地的所有人拒绝让摊商回归 用围犁将整块地围了起来 但过去摊贩其实是有买断摊位的 只是建筑物消失了 地主不接受原先契约 只愿意补贴部分金额 双方无法取得公式 他起出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是要叫我们15万给我们收 你说大家如果将心比心嘛 如果你们有的话 你们要卖它嘛 我们爸爸一时买 我们50几年买 一时我们可能买二手比较贵 可能还是6万几块 你50几年不要说通货膨胀 15万会起来吗 我们行李 我们完全都没办法做行李了 摊商们表示 拆除期间 另寻摊位的整顿和租金 也都是自掏腰包 与地主沟通无效过后 寻求市府的协助 却反而被告知 这是摊商与所有人之间的纠纷 政府单位无法介入 原本打算先配合市府的围楼政策 没想到危险已经排除 自己的摊位也被同步消失 感觉好像被骗了 陈寻他们就一直叫我们告地主 可是他要来拆的时候 他是用他们的公权力 你用你的公权力 那我们的权力在哪里 你不知道 他说当时要败 我给你当水当天 你还没有签署 有30万 大家罢不敢 大家说好 我就整个人拌出来 结果拌出来 你给我们承诺 都没办法 摊商并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法院持续审理中 为兼顾摊商因拆除之救济需求 且被迫迁离退场 细不可规则于摊商 本府金发局提供相关补贴救济 协助摊商搬迁及安置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也提出质疑 过去中都市院的围楼评估 是否符合法规 希望高市府能够拿出检验报告佐证 并履行三年前的承诺 正是原中都市场摊犯的权益 三大公会来看一看出个共同声明 就想要拆人家的财产 这有道理 这有道理 你至少要有一个鉴定报告出来 没有鉴定报告的状况底下 你就来拆人家的房子 然后后面不管人家的权利 请金发局依照原先的承诺 1.5万一个月 1.5万的补贴 应该要持续补贴到他们回归到中都市场 请高雄市政府立即处理这件事情 让大家可以马上回归 维护所有摊商的权益 我们要回来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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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 营养化碳终结者 - 纳克奖提醒您 - 无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 三 敢用电热水器 - 纳克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 酒价罚很大 -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 酒价聚紧或聚策罚更大哦 -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 连坐处罚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 三 酒驾再犯 - 聚检及聚策再犯 -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 没入该车辆 - 四 酒驾重新烤照 -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 不得再申请烤照 -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 酒驾零容热 -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 强力查清 -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 合50万元罚金 -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 盗版业者行为 -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 有任何的罚则 -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 支持影视产业 - 影视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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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影视产业